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們要快速開箱一個非常神的產品 這就是我們的神牛AD600 Pro閃光燈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盒子裡面有產品型錄、保修卡跟說明書 盒子裡面有一個43.6W的充電器 盒子裡面還有一個Godox WB26的電池 這一個電池容量是74.88Wh 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個AD600 Pro的主體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盞燈塞到我們燈架上面看看 這盞燈的設計還蠻特別的 它就是把標準罩跟保護蓋合在一起 所以你想要用標準罩的話 你就把蓋子打開你就可以使用 那如果你想要裝其他保容卡口的配件 你就把這個標準罩拆下來 你就可以夾其他的保容卡口配件 要使用這盞燈 我們需要先把我們的燈泡小心的裝上去 然後我們的電池就給它塞進去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開機時間囉 行 這盞燈我覺得有兩個按鍵還蠻有趣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BB叫可以把它打開 或者是快速的把它關掉 第二個還蠻有趣的按鍵就是這個模擬燈按鍵 那這一盞閃光燈的模擬燈 還算可以接受 這是100%的處理 但是它調到100%的處理 它的風扇就有一點點的吵 有點討厭 這盞燈下面已經內建了一個可以插雨傘的地方 你就可以插各種柔光閃、反光閃之類的 這盞燈的把手雖然是 塑膠的 但是它的尺寸還蠻大的 還蠻容易來調整這盞燈的角度 這盞燈後面這個把手雖然 也是塑膠了 但是它真的握起來非常舒服 所以如果你在調整角度啊 或是你在拎燈的時候 打起來真的是非常的棒 這盞燈底座也還蠻厲害的 它不只可以直的插 也可以像現在這樣子橫著插 那你在放不同控光設備的時候 你就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可以選擇 那我們就直接拿相機來測試 看看這盞燈的威力吧 在這盞燈的威力 在這盞燈上 然後呢 把手雖然也有在 在這盞燈上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神牛AD600Pro的快速開箱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攝影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